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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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早安 我是陳某宏 每天早上收看財富密碼節目 我們從美國股市來看台北股市 那這個 昨天的大盤 各位發現到是一個開高震盪走低 那這個走低 好與不好 前天是一根中紅線 昨天是一個上影線 兩個加起來 剛好把前天 那個破底的黑線 那根破底的黑線 是由外資跟自行商 一共賣超 我記得是256億左右吧 OK 他們兩個法人賣超 256億造成一個 創低點回測半年線的黑線 那在前天的 中紅線跟昨天的上影線 剛好把這個黑線給吃掉了 所以雖然花兩天把它吃掉 但是至少吃掉了 也就是說昨天你看到的上影線 其實我認為比較多的因素是來自於 昨天大家還在擔心 昨天晚上8點半 然後台北時間 美國所公告的CPI數字 那這個CPI數字呢 好與不好 我想昨天也跟他講過 市場已經預估應該就是CPI會往上跑 然後核心的部分應該會持平附近 甚至會回落 那昨天出來答案果然是如此 只不過CPI數字呢 原本美國分析師們 預估大概是3.6 因為上一次的7月份是3.2 然後6月份是3 好不容易打到3 就接近2了 差1%對不對 那7月份3.2 8月份3.7 比市場預估多了0.1個百分點 那我想這個上揚大家應該也不會太意外 因為 沙烏地阿拉伯宣布這個石油減產之後呢 讓石油的國際報價其實有一波的漲幅 那所以這個漲幅算一算 昨天看了一些數字結構來看的話 確實通膨數字的上升跟油價有相當程度的正相關 也就是說大家都能夠接受 原來CPI上揚是因為油價上漲 油價上漲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決定要減產 甚至他在上禮拜進一步說我要減產到年底 那到年底的話很顯然的 昨天搞國際油價這兩天都在88 89附近震盪 那昨天也沒有大漲 就是停在88上下 那假設我們現在就觀察 當沙烏地阿拉伯決定他就是到年底的時候呢 那這個會不會讓油價進一步往90以上去挑戰 如果那個高點就在90以下 就算高檔震盪好了 只要不要太那種出現那種類似噴出式的大漲 我想對金融市場來講的話 這個通膨影響數可能心理上沒有刺激這麼大 當然這市場的想法 當然關鍵還是要落在這個FED主席鮑爾身上 這由他來決定 到底FED要不要因為油價上漲帶動CPI上來之後呢 那麼他就要升息 那這個東西我想他需要全面去做判斷 因為在升息過程當中 今年度在3月份也發生了 包括美國矽谷銀行 還有這個瑞士信貸 還有德意志銀行 這些銀行端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之後也連帶造成這個惠譽 標譜 調降美國銀行平等之類的這個訊息出來 所以我想鮑爾的工作更多就是他要全面去看 他不是只看一個油價帶動的CPI 那另外在這個CPI數字的背後 還有一個就是在 就是扣除所謂的房租的一個數值之後呢 發現到好像服務業的一個 就是就業的部分 就服務業的這個通膨的數字 比原先預估來的多一點 因為他成長幅度比較大 好像我記得沒錯到0.53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對FED來講可能會比較在意 在意什麼 這個就業數字其實大家最近看到一些 這個請領事業金人數 還有就業人數來講的話 都在一個相對強勁的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利息升到5.5個百分點之後 大家就業率還不錯 領事業金的人數並沒有明顯一路的增加 而反而是有高高低低 甚至於貼近於充分就業那個狀態 所以這點反映在8月份CPI的數字裡面 那麼扣除掉房屋相關的一個數值之後 發現到服務業確實也反映了這樣事實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也是造成這個通膨數字 沒有辦法直接壓破百分之三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是FED主席要去考慮的 那你再升息真的能把就業這個事情給 失業率給拉高嗎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有時候很多東西不見得是一個單一的政策 可以造成你要的所有的結果 雖然目前來講大部分的一個通膨已經下來了 所以在整個綜合講完之後呢 就發現原來目前FED可能它比較大的敵人是就業率 有點高 所以服務業指數還是有點維持在高檔 還有有點往上的現象 第二個就是油價 扣除這兩個之後 其實大半的該跌回來都跌回來了 所以這點在美國市場這個投資人解讀完畢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昨天的美國三大組 基本上是一個小紅手盤 大漲沒有 大跌也不會 因為這個數字對大家來講說 OK好在預期中 本來是不太確定 可能是這樣子 現在公布出來確實如我們想這樣子 那既然符合預期 也沒有大跌理由 那也好像也沒有什麼 讓人家覺得興奮力多 所以這點還要看今天晚上的PPI數字 進一步做一個判斷 那除了PPI之外呢 但最後最後的關鍵就在於 9月21號FOMC會議 鮑爾到底決定 是不是維持 現在市場還是認為 雖然數字CPI出來 是有點高對不對 大家還是認為應該還是暫停升息 好市場這樣樂觀預估之外呢 鮑爾那個9月的動作就蠻重要了 它是符合你的預期 還是我 網上調一個碼 那這E碼的過程裡面 其實市場也覺得說 在年底在11月份左右 可能還是會升起E碼 就是到今年年底之前 看這樣子來講的話 離通膨200分點這個數字 還是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不排除今年在年底之前 不管9月或11月 應該還是會升起一下 那9月大家會想說 它停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叫做地言效應 就是那個地言效應 就是說再看看 觀察一兩個月看看 看數字有沒有往好的方向發展 如果9月份真的暫停 然後9月10月到11月份 在開會之前的這兩個月 如果通膨的數字持續往上走高 而且那11月份是肯定要升息 所以在這段期間裡面 那金融市場股票市場 就去思考了 在這些變數情況之下 股票到底能漲不能漲 那產業的部分到底 該不該往上持續往上攻 所以這點是我們後續 我們股票市場分析師 大概要處理的問題 好 大家了解到昨天的CPI之後 那重點就是晚上的PPI 所以昨天的CPI基本上 符合預期沒有太大意外 所以昨天美股持平 那昨天的台北股市流上引線 那今天問題就來了 台北股市今天是漲還是跌 這是重點 那因為每天在開盤前夕9點前之前 我們先做好功課 大環境怎麼樣 那個別股在哪裡 可以操作什麼 一定今天還是一定會有股票漲 一定有 好保證有 那這個行情裡面的關鍵在於說 大盤加捐指數在這個位置 會不會是如投信 到昨天為止 8月以來買超800多億 他所看的這裡是一個 大盤可能的 重新發動的一個起障點 我會這樣講是因為 我們來看加捐指數好了 噢噢 今天的電腦忘了挑 沒關係 各位看一下 來 好我們來看到加捐指數 那加捐指數我會講說 會不會是投信 這個 他們認為的一個起障點 我怎麼這麼講呢 因為投信在8月1號的這一天開始 因為7月31號這一天有一個假高點 就假突破 突破前波兩個高點 這個創新 這個波段的新高 在17463點 做一個假突破的上影線 當天立刻一根長黑 然後隨之8月份一路跌跌跌到現在 但是跌到8月中旬的時候 見到一個半年線的低點 然後半年線叫出來 誒 誒 錯了 不好意思 好 跌到半年線的時候呢 出現一個低一點 好 那上前兩天 一根長黑 自行商剛講到 自行商外資大賣256億那天 再一根長黑回測第二次這條半年線 那隨之來一根紅線跟昨天的上影線 好 那這一段期間 8月到現在為止 投信一共到昨天買超了800多億 那你說在這裡買超800多億 這個不是小數字 對投信來講是一個大數字 那在這個區塊 我們的圖縮小 這裡是低點嗎 各位如果看這張圖 這一定是高點嘛 一定相對高點 因為離去年底的12629點 現在16000 少數也差了4000點 對不對 3000點到4000點之間 在這個3000點之後呢 這個相對高點 投信竟然在這個區塊 瘋狂買超 每天買 連20買以上 買了800多億 那這段期間同時間 外資跟自行商一共賣了3000多億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到底誰對誰錯 我們投資人該去跟誰 跟外資跟自行商還是跟投信 這邊就是牽扯到你未來在我所講的 2024總統大選前 那個V型反轉 會不會最後完全達成目標的一個關鍵 所以至少從投信買超的角度來講 好像比較傾向我這邊 就是到總統選前 就是行情一路到底就對了 好 那所以今天的行情 我們先看一下 大盤加減指數 那加減指數在這個位置 第二次來到的所謂的半年線 那昨天美國市場是一個持平 不能說漲一點 就小漲 那昨天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底下成交量 大盤成交量其實 從這裡壓回的過程當中 量基本上是一路的縮小 但是也沒有說的特別小 但是就是量不再出來了 代表什麼 在這邊大家基本上是站在觀望比較多 那這整體來講 從這裡到這裡是個碟式 既然是個碟式 那量再說好與不好 好 量價結構各位要如果去 其實量價結構談量價結構 掌握基本原則就好 因為你要細看 其實有很多眉眉嘎嘎 那個一時半刻講不完 那總的來講 你只要知道說 原來從8月1號到今天為止 大盤指數基本上是跌勢整理 偏整理偏跌勢 那量呢是一路的萎縮 代表這個籌碼慢慢在沉澱 在沉澱 那在觀察最後一個重點 那就是我們所這裡在跟他談到 美國市場的狀況 因為美國市場我們先看 回頭看美國 那在美股的部分來講的話 各位發現到昨天 這個一樣 那斯達克指數 代表我們跟台北股相關的科技類股 這個大型科技股 昨天是收一個小紅線 你說有沒有明顯的趨勢向上 沒有 因為明顯往下回跌也沒有 他等於是昨天這個紅K相 把前天這個黑K放給止跌 壓回之後做止跌 記不記得前天這根黑線是什麼跌 oracle的財報出來之後 它帶動這個四大 雲端資料廠商股票下跌 因為oracle那天跌13% 那也讓amazon google alphabet還有meta 通通通下跌 所以造成那個回倒 可是昨天晚上出來之後 甲骨文oracle 反彈兩個百分點 跌13% 產2% 還好 感覺還好對不對 可是昨天那個2% 把那根 跌13%那根黑K放吃掉了 第二個 我們卻看到這四大雲端廠商裡面 有一家公司在昨天的股價創下歷史天價 收盤也收高高的 叫做亞馬遜Amazon 亞馬遜昨天創下 領先其他三檔股票先創新高 其實談到亞馬遜各位 如果稍有去了解的話 其實亞馬遜在過去以來 它的賺錢經濟母就是雲端服務 AWS這個雲端服務的一個部分 那在去年在上 我記得上上一季度的財報來講的話 它這個部分稍微有點在衰減衰退 那這次今年年初缺了GDP問世之後 我想亞馬遜也非常積極 找了幾家IC設計廠商 幫我設計客製化的晶片 這個東西我們不能讓這個微軟缺了GDP 獨佔老頭 亞馬遜也不甘示弱 所以馬上找IC設計公司 幫他設計客製化晶片 要在這個AI領域裡面 這個佔有一席之地 那各位 你知道亞馬遜找了哪幾家IC設計 幫他設計晶片嗎 這就是一個重點 就我所理解 如果沒有技術的話 美國有一家公司 台灣也有一家 然後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亞馬遜的股價 這麼強勁往上漲的過程當中 那麼如果幫他設計這些晶片的公司 會不會也有好成績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各位就稍微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點到為止 我透露一下 昨天那個應該是一家掛牌公司 就在我們上市櫃裡面 掛牌公司 所以可以看到亞馬遜帶頭上來之後 其實其他三家公司也都上漲 那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說 今年度在美國市場 大家對於AI所產生後續的商機 仍然暴雨 暴雨什麼 高度的期待沒有改變 並沒有因為 這個之前的美超委的財報 沒有預期的那麼好 股價回檔 那回檔之後其實各位看 美超委股價回檔之後 它就在回檔之後 談起來就在橫盤整理 它也沒有一路往下跌 它就是在高檔整理 第二個 我們看到這個NVIDIA的股票 NVIDIA股票它也是一樣 財報公布出來之後 比市場預期沒有很差 還是不錯 只是沒有五月份 那麼的讓人家驚豔而已 那股價也做一個修正 加上大家都知道 9月6號之前 美國證交委員會也公告了 這個包括我們執行長黃仁勳先生 跟第二大個人股東都有申報轉讓 申報轉讓我們講過 是來自於它這個績效達標 所以認股 認到股票就賣掉 那這個部分佔它所有持股1% 我認為這是一個個人理財 這個不是看壞公司 因為在這種時候 你看到所謂大股東申報轉讓 它是拿bonus 它不是因為公司的產品 來到個高原起義的需求 可能已經平緩了 可能有趨勢向下 這時候大股東申報轉讓 代表總 他可能覺得也沒有辦法 把公司產品救上去 所以先賣股票吧 那這種對市場的股價衝擊就很大 可是AVIDIA股價來看的話 它的晶片 目前各位好賣還是不好賣 賣到缺貨嘛 對不對 現在是賣到缺貨 怕沒有東西可以賣 在這個情況下 你看到它人家申報轉讓 這個東西 我認為跟一般 你用大股東申報轉讓 去解讀這股價 我認為是不對的 所以我認為 以NVIDIA的角度來講 我們認為 我認為還是有持續挑戰 它那個500多塊歷史添加的一個 可能性跟空間存在 所以如果NVIDIA是如此 美超為是如此 再加上昨天看到的這個 Amazon創下歷史波亂新高點之後 我想台灣的相關的公司 公司不會太差 今天的大盤到底該怎麼看 昨天其實可以發現 市場已經在慢慢反映 上個禮拜 在台北南港所辦的一個 國際半導體大展裡面 所談出兩個結論 那兩個結論裡面 到底是什麼重點 未來半導體會怎麼發展 待會兒有進一步新的訊息 我會在下一段節目跟他講 那在這之前 如果說你想了解 今天早上 陳老師講這麼多 今天早上盤 會怎麼該怎麼看 有哪些股票可以注意的 那你可以打開你手機裡面的LINE 加入我們的官網 只有這個公開網站 小老鼠007RICH 或者QR Code掃碼 打開LINE 加入好友 小老鼠007RICH 或者QR Code掃碼 那麼來索取我們每天早上 跟大家做模擬 從美股看台股大盤 從台股大盤再解讀 我們台北股市目前的狀態 以及你可以留意的方向跟標的 那這方面可以幫助各位 在每天操盤過程當中 能夠更順利 能夠讓大家 大家都在所謂的 明年總統大選之前 都能夠有相當的收穫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兒來跟大家談什麼 這次國際半導體大展 談的兩大方向重點 待會兒 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早上的模擬稿 我還沒傳 現在要傳出去 OK 待會兒大家可以馬上 立刻收到我早上 對於今天盤勢的一個 我個人的一個重點的看法 跟提醒 好 接下來我們在看什麼 那我想目前今天是9月14號 那14號裡面我想在 在這個明年之前 在應該明年1月份之前 我想還是看法沒有改變 那我想看這張圖 那這個是 明年的這個月線圖裡面 我想還是一個呈現一個波段漲勢 方向是沒有改變 然後對大盤的短線上來講的話 那這個1跟2 極有可能出現所謂的黃金右角 一個低情境1跟情境2 然後目前在情境1的位置 那後續的方向 在前面的前提之下 我們持續看上方向沒變 那至於台積電的部分是一個重點 台積電這次兩個低點 是不是能夠守住 是個關鍵 那外資在這裡高檔買非常多之後 其實它賣超台北股市 在最近8月份賣超1000多億 但是對台積電來講 它基本上是微幅調節 它不是出貨式的賣超 所以台積電也是觀察的重點 對家軍指數來講 那另外各位看到昨天 我們的股王爭霸戰 這個世新昨天挑戰歷史性高價 但是還是沒有辦法贏過 目前的股王信華 信華也不甘示弱 你拉兩根紅線 我也拉兩根紅線 這個未來股王到底是誰 各位可以再做觀察 各位知道嗎 當股王在爭奪高價的時候 你覺得這是個空投市場嗎 想想這個問題 好 另外我們記得在6月7號 跟他講過這張AI的商機圖 有沒有 這張商機圖裡面 我們這一次聚焦這個 當時的網路頻寬 我們提到 會從400G慢慢過渡到800G 未來會有矽光子的部分 會有黑馬骨 而就在這 這是我們6月7號所提到的 各位在今年的9月6號 所舉辦的國際半導體大戰裡面 兩大重點 第一個是什麼 指出高階封裝 是可以克服現在摩爾定律 這個部分 這個瓶頸的部分 那台積電最有名 就是他目前的 Cole Wars這個高階封裝 那底下是所謂的高速傳輸 就400G到800G的過程裡面 應應AI的一個高運算需求 矽光子未來會是一個重點 那既然如此的話 那我們就幫大家整理出這張來 我們從6月7號 7月7號都有提到 網路頻寬的400G到800G 加上矽光子這部分 那我們在9月13號 特別幫他做一個重點整理 那在整理過程當中 因為AI伺服器 需要高運算高傳輸 所以衍生出來的高耗能 跟高發熱裡面 它的矽光子的商機在底下 那麼這部分 因為時間關係 也沒辦法多講 那麼如果想了解 我們更多訊息 歡迎您鎖定 我們下午的YouTube頻道 財富密碼節目 我們下午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午見